5万块 他就把自己的子宫卖了 男人偷偷把一袋子钱放进屋内 为了给妹妹治病 亚树达成了一名孕母 只要她在代孕中先顺利生下孩子 就能恢复正常生活 为了担下一个健康的婴儿 孕母必须严格按照食谱进食 按时吃饭按时睡觉 还有适当运动 做胎监时 亚树达想要个女医生 却被拒绝了 机构里只有一个男医生 她作为孩子的母亲 甚至连笔钞结果都不能看 避免对婴儿产生感情 亚树达在厕所里 见到一个孕妇在抽烟 她上前制止 女人却毫不在意 毕竟孩子生出来也不是她的 不过亚树达走后 她还是放下了嘴里的烟 她叫泰珠 代孕的原因是为了给家里还债 爸妈重男轻女 每天都CPU女儿们 只有儿子能对这个家做出贡献 泰珠不服说 于是偷偷来代孕给家里还债 证明自己也能挣钱 另一个孕妇卡家 出生在虎桃区 妈妈14岁就生下了她 她被送回村里 没见过妈妈一面 身上只有妈妈留给她的一枚戒指 所以她要挣钱 把妈妈带出魔窟 还有一个女孩 竟然为了买iPhone来到这里 他们都为了各种不幸的原因 出卖了子宫 但大家还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希望能用这笔钱改善生活 直到某天 月份最大的卡家突然破羊水了 批钱进了产房 亚树达没等到她出手术室 一天后 机构负责人告诉她 卡家难产了 孩子没保住 机构直接把她送回了家 亚树达却觉得 这事不对劲 他想了一个主意 假装晕倒 为送进了医疗室 他看到一个护工手上 戴着卡家的戒指 卡家很珍惜这个戒指 绝不可能把它送给别人 他找机会偷走了医生身上的门卡 他一直觉得房间有点奇怪 于是拆掉窗框的钢条 想摸一下窗外的鸽子 果然摸到了一片屏幕 原来窗外的景象是全息投影 他砸烂屏幕 拆下来后 竟然摸到了一面砖墙 还没等他向好对策 另一个好友也进了手术室 亚树达不能再干等了 他换上一套方便行动的衣服 偷偷来到机构的禁区 医疗室 他看到护士们又推着一张补兽 进去了 亚树达刚想跟上去 突然被人拍了一下肩膀 原来是那个要买iPhone的短华妹 他告诉亚树达进去很难 这是一道金属门 进去后还需要红外线引镜 他们看清楚 他竟然是个假孕妇 端猫勒住他的脖子 把他拖进隔壁主室室里 他对亚树达拳打9T 连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放过 亚树达护着肚子里的孩子 被打得好惨 幸好他抓住了机会 拿起灭火器攻击端猫 最终亚树达完胜了 要是代孕合法 产方将会成为女人的停失常 成百上千个孩子 被动进玻璃罐中 成为商品 亚树达撞破了代孕中心的秘密 他被保安捆在举重床上 保安见他好看 竟然起了不轨之心 连孕妇都不放过 保安动手动脚 被亚树达一脚踹在命根子上 他也趁机挣脱了举重床 想逃出去 可是门锁了 他被保安重重推倒在地上 肚子开始发痛 保安色心未死 他把亚树达重新推到床上 掐住他的脖子 这反而给了亚树达机会 他拿起玻璃罐子砸向保安 再抓起皮带雷脖子 保安嘴中被自己的色域 心心害死了 亚树达从监控里看到了 机构负责人 以及他奔公室的密码 他特意等负责人离开奔公室 才偷偷走进去找资料 可是他打不开电脑锁屏 就在这时 特别身后传来了哼唱声 负责人竟然一直在这里看着他 亚树达拿起刀防御 两人对之间 医生出现了 亚树达用他做人质 让医生离自己远点 医生却向他打感情牌 他说自己和亚树达一样 被代孕机构骗了 还让他立即杀了负责人 亚树达反而犹豫了 医生趁机抢走了刀 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他们果然才是一伙的 医生之前故意和亚树达玩暧昧 就是为了放松他的警惕 他喜欢的人 一直都是负责人马姐 马姐才洋洋得意地告诉他 代孕机构的真相 他是当年的选媚冠军 当时的参议员看上了马姐 对他好举强夺 虽然医员年纪大 比他爸还要大五岁 可马姐是个狠人 为了名利 他甩了名恋多年的田主备胎 和医员在一起了 医员哄骗他怀了孕 怀孕时的激素变化 让马姐患上了一种寒天病病 皮肤激素衰老 爱美如命的马姐崩溃了 医员也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 就在马姐绝望时 备胎出现了 他答应帮马姐恢复青春 代价就是要和自己在一起 马姐别无选择答应了他 没想到备胎真有门路 短短两月 他就让马姐恢复成了以前的样子 甚至比之前更美 备胎以为自己终于能和马姐修成正果 却被人一榔头打了 打扫是医员的手下 马姐还是以前那个马姐 他为了名利 自己都可以出卖 所以他又和医员复合了 还打算杀他灭口 备胎愤怒反击 他深知马姐的为人 所以早给自己找好了后路 这种美容剂只能维持六个月 六个月后 马姐继续美容 三人对着间 医员突然发现了伤机 这种美容剂比现在医美还有用 既然备胎要马姐 那他们可以三个人一起联手 创造更大的财富 就这样 他们的代孕组织成立了 当年的备胎就是现在的医生 因为这种美容剂的原料是牛儿寻青 所以他们用钱哄骗 偏远山区的女人来代孕 等他们生下孩子后 去母留子 这款特效药一上市 就受到了贵族的青睐 近一年来 就有122位贵族偷偷来到印度 在马姐的安排下注射其中药物 在医员的保护伞下 这件事一直没有被暴露 人类为了便没有多点狂 甚至用泰尔雪青 来做成面霜拥抱青春 这个好莱坞名模 用的就是这种面霜 她的皮肤更紧致 整个人都回春了 她只顾着欣赏自己的美丽 没想到被流氓盯上 流氓在她杯子中下了迷药 不知情的女人喝下水后晕了过去 流氓正向性不愧之事时 女人身体突然发生了变异 她全身爬满了胡雪丝 很快暴霹而亡 当地警局被勒令 必须在一周内 找出这件事的真相 女人暴霹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体内的面霜成分 用完这种美容剂 在三天内 不能再服用任何药物 警方尚未找到案件真相 又发生了一起车祸测查案 受害者也是一名模特 警方调查后发现 在过去几年里 有122名女星 每一年都会来到印度旅游 可是他们来印度后 哪儿也不去 就待在酒店里 三四天后才匆忙离去 他们拿到了这122位女星的名单 在名单上看到 将有一位女星来到印度 他们追踪这位女星 却被摆了一刀 被困在一个原始不落里 此时 亚树达也知道了 这个案件的真相 他看着马姐在贵族面前演讲 还公开招商 为了得到美容剂的有效成分 他们不惜杀死严妇 反正杀人也绝对不会被发现 亚树达趁机整座绳子逃走了 他找到了通往外界的出口 才发现这座黑心工厂藏在一座雨室隔绝的山上 他很快又被医生抓了回去 医生以为他就是一个普通运蛙 没有杀他 没人知道 亚树达身上还藏着一把枪 这把枪是在从杀死的保安身上拿走的 他的真正身份是一名警察 他日益聚业的努力训练 就是为了成为一名好警察 最终 却因为没钱走关系 而落选了警察工作 亚树达有个相依为命的妹妹 为了凑钱给姐姐完成梦想 他决定去做代孕 等亚树达知道这件事时 妹妹已经不见了 他也因此留意到了这个代孕机构 才发现这个机构不只是代孕那么简单 警方也刚好得到了相关消息 决定派一名女警 潜入代孕中心找真相 亚树达为了找到妹妹 自愿做卧底 时间回到现在 机构里突然响起流声 由孕妇要分娩了 亚树达压着两人去急诊室 却碰上机构里的保安 马姐和医生趁机跑了 亚树达解决了保安 去办公室里拷贝证据 广播突然响起 马姐让所有孕妇到瑜伽馆集合 她想先找到亚树达的妹妹来威胁她 却被赶来的亚树达发现 马姐又在保安的掩护下跑了 亚树达释放了所有孕妇 这是他们将近一年来 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 马姐想做直升机逃跑 却被亚树达比较摄患了尾异 她被孕妇腾腾包围了 都亚树达放过自己 她觉得自己很委屈 为了制造出美容剂 她怀孕五个月时就主动淫产 用这个不成型的胎儿 给医生做实验 她所做的事 都是为了让女人变得更美 孕妇们却不沟通她的想法 在所有孕妇的斥责中 马姐不小心摔下悬崖 亚树达通知的警察同僚 也急时赶来这里 抓住了刚准备逃走的医生 案件完美解决 亚树达还是很伤心 因为她没找到妹妹 她害怕妹妹已经遇害了 就在这时 警察推来一个待产的孕妇 她就是妹妹 妹妹即将临产 在所有孕妇的帮助下 妹妹顺利生下了孩子 亚树达抱着婴儿 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那些没有那么幸运的 死在手术台上的女人 为什么要禁止待孕 当子宫成为商品 生育成了买卖 现实或许比电影更魔幻